你是跟他是一样的身高 我身高一米一六 那你跟他一样 曾经自卑过吗 我小时候在家 然后跟我爷爷哥哥 一起生活 也是牛熟儿童 然后呢 那时候我爸妈就在外地 然后做小生意 然后挣钱 每年春节才回家 那你是怎么走出自卑的呢 开始呢 我说我出去摆摊儿挣钱 然后挣了点钱呢 就开始租那个封闭市场 但是问题来了 因为我每次出摊 都得要我爸接送 不但不挣钱 还得家里专家负担 然后呢就不干了 就要求出去北京打工 就做领位 就站门口那样子 就因为我个子小嘛 所以呢 那个我就相当于一个陪证 然后有放一个哥大的小帅哥 跟我一块儿 也是通过自我奋斗 慢慢自信起来的 对对对 你们俩之间有什么 很感动的故事吗 平常日常生活呀 我不会做饭 然后呢 平时我想吃什么 他就给我做什么吃 又是吃 后来 火锅 饼干 做饭 全吃 说一个不吃的 有一次 那个我不是去学 做美甲吗 然后我去学校学 他就在家上网练 他说我去学校学的 只能给顾客做 他是花钱去学的 他念了 他说他每天给我做 然后我就不用去美甲店 就花钱做了 我是怕他学会 对他给我做了 谁给你做的 他 他呀 哎呦 做得真不错呀 做了小雨伞 说做我的保护伞 我受委屈之后 他总说 我来保护你 我心想他连自己 都保护不了呢 还保护我 男人要保护一个女人 有的时候靠的不是身高的呀 是靠的那种气势和决心的呀 还有最让我感动的是呢 113年的时候 7月份 然后不是那天上夜班吗 然后就出车祸了 你怎么出车祸 过满路吗 因为下雨吗 然后我打着雨伞 然后天黑呀 看不着 然后就 伤得厉害吗 挺厉害的 然后昏迷了 然后那会儿 我能听见人说话 我昏迷着呢 推进手术室 我就听着他叫 1212你咋的了 你怎么了 让你 心里有你 害怕失去你 你看眼泪快掉下来了 然后我看着他 看着他那个脑袋呀 就是 就是不像这样了 就大了 眼睛特别黑 然后黑成一片了 后边 他就喊 疼疼 就这样喊 我当时我就觉得 我当时我应该替他 受这份罪 那会儿是做的 开颅手术 昏迷了七天 然后那 那中间的事 我就当睡了一觉 醒过来 中间事 我啥也不知道 然后后来了 我才知道 他 他也没租房子 他就一直在医院待着 嗯 是吧 守着你 是吧 行 好男人 牵着手吧 今天是谁来 要来 有什么幸福心愿 谁来说 上前一步 说出你的幸福心愿 我的幸福心愿是 给我的媳妇 一个浪漫的旅行婚礼 来 请回 你们没有办婚礼 我们没有 咋的 因为都说那个 说两年不结婚 就结不了婚了嘛 什么意思 传言 然后我俩认识 两年后 然后 而且我们那边的风俗吧 然后就是 不 我俩要是不结婚 就是在我们家 就不能给我俩留房间 嗯 风俗是吧 对 然后我们俩就在我们家 办了一个 简单的婚礼 然后呢 酒席呗 对 然后当时他家一直没办 其实我一直 就是从结婚 时候我就答应他 一定要给他一个 轰轰烈烈的婚礼 然后我们经过努力了好多年 然后终于日子越来越好 一个车祸 就像晴天霹雳一样 嗯 花了二多万 然后我们把之前的钱 都花得差不多了 为什么会想要有一个旅行的婚礼 之前我就是答应他结婚 带他到处去旅行 但是一直都没怎么办到 就一直就所有的事都岔开了 然后经济条件又不允许 对对 你想去哪儿啊 国内的话想去海南 海南 来潮汐 六人游合伙人 潮汐 他干这个的 来我们听听他怎么帮你 六人游定制旅行 一直在帮助普通人实现梦想 包括你们的梦想 六人游也愿意去助力 去帮你们实现它 听你们的讲说 一直觉得你们 享受普通的小人物 那种奋斗 那种相互的依靠 然后对未来的憧憬 然后不断不断地努力 只要我们有梦想 幸福就会来敲门 希望你们享受这次旅行 谢谢大志 谢谢大志